大家好 我是John Roger 鹹阿燦 我是食譜專欄作家 料理導師 和一個很喜歡講故事的Home Chef 在我的料理班中 通常有幾個菜式是叫招牌菜式 而其中一個就是今天 我將為大家介紹的菜式 就是雞煮蟹 今天我們來做主角是兩樣東西 就是雞和蟹 雞我自己是喜歡淡淡肉 所以就買了這些是雞腿肉 如果你喜歡的話 好像在葡萄牙 我們是沒有用圓隻雞 另外我早就去街市買了一些沙白 你可以用花甲的刀 接著我們配菜 配菜很簡單 會有些酸蓉 這個很特別的 大家猜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個呢 因為疫情回來 我們通常就要用蒲國腸 但香港其實較難賣一點 但相反西巴牙腸 就很容易買得到 就用這隻在Torizo 我們加一點蔥 接著是爆炒 好 首先我們來處理這個雞 今天大概是用兩塊 解凍了之後 接著就可以去處理 怎樣可以 是沒有了那種雪味的 其實很簡單 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可以去撿那種雪味 我就會買回來 就是啤水 如果啤水可以的話 就不停用水沖著它 但始終有時候在家裡 就說不想那麼浪費水 那你怎麼做呢 你就會開一些水出來 然後把你的雞浸著它 接著就加少許鹽 大概浸去半個小時 至四五分鐘 還有你放了鹽 就是會把那層雪味去掉的 我自己就喜歡吃雞皮 所以我就會連雞皮下去 雞皮它那層油 在一會爆炒的時候 它會有一層雞油出來 再配合其他的配料 是非常好吃的 接著我們很簡單 就是加兩樣東西 我們加少許鹽 還有少許白胡椒粉 醃一醃味 醃它多久呢 我們醃它大概是二十至三十分鐘 接著就可以準備去處理了 西班牙腸Torriso 其實是在超市售賣的 大家買的時候就要注意一下 因為現在坊間的Torriso 通常是有兩種的 一種是叫Mild 另一種是叫Spicy 或者Hot 我自己會比較偏向用Mild 為什麼呢 Hot那種 尤其是家裡有小朋友 你可能不想太辣 大家要記住自己去選擇 Torriso很簡單 我們不需要切得太薄 我們可以切一塊塊 有時候家裡 可能未必有這麼多人 不需要切得太薄 其實很簡單 把腸子放在保鮮封面 放在雪櫃 其實這些可以 每個星期都可以 最後我們準備了 這個是京蔥 基本上我們可以用Leak 即是外國人的大蔥 但相對來說 價錢比較貴 有時候你去到街市 或者超市 你見到普通的 比如我們中國料理 我們經常用的京蔥 都可以的 分別是什麼呢 京蔥的味道會更加濃 如果外國的蔥 就是會甜一點 把它切掉 切斷 好 所有的東西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現在就準備 我們可以去煮菜了 第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要先煎一煎 那些雞先的 那麼燒熱了 我們那個煮鍋 然後呢 下一點點油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的雞全部放下去 先的 好 現在呢 最主要呢 就是呢 我們把那些雞 是煎到去呢 兩邊都是大概是brown 的 未必可能是已經是煮熟了 不要緊要 一陣間呢 我們還要去回鑊 那這個時候呢 將我們的雞 隔出來 其實我的目的是什麼呢 我是要逼它的雞油出來 你見到呢 現在那個鍋呢 裡面有很多很棒的東西 這些就是雞油 一會兒我就要用它來 繼續去煮的 好了 將我們的西伯腸 放下去先 我們將它呢 爆炒一會兒 在爆炒的時候 我們準備其他東西 我這裏有少許蒜頭 蒜頭呢 其實我們呢 就是呢 切片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會切得很碎呢 因為呢 那個火口呢 都幾大 如果你切得太碎的話呢 就很大程度上呢 你們煮一會兒 會煮得它焦了 那邊就不好看了 那麼呢 還有呢 很多時候在地中海菜呢 其實你見到它們的加力 都是呢 其實很隨心的 好像我這樣 切片啊 就已經OK了 好了 我們炒一炒 你看到呢 那些油呢 已經出來很漂亮 很香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將我們剛才處理好的 京蔥 放進去 將它炒一炒 然後呢 我們將我們的蒜片 放進去 然後就先用來處理好的雞 將它煤黃 然後這個時候呢 可以加少許白酒 一加白酒呢 哇 瞬間就會香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們可以加少許雞湯 少許夠了 然後呢 蓋上蓋子 讓它煮一煮 我們要確定 那些雞是煮熟了 然後準備好之後呢 跟著我們最後就可以準備好 放我們的蜆 還有少許甜味 好了 我們先看看 哇 好漂亮 好香 好香 其實現在呢 已經可以吃的啦 即是你買少許麵包啦 用來蘸 又或者呢 這個醬呢 用來鬆化 一流 好 這個時候要做些什麼呢 吃海鮮呢 蘸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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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蘸 把麵包放進去 然後蓋上蓋子 那炒了多久呢 你煮至散開蓋子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老緊張 看看如何 哇 哇 蜆全部已經開了 當然了 煮了這麼久 有些蜆到現在還沒有開 你不要選擇 那些已經是手中定沉了 你可以放進去 我自己試過有朋友真的貪 選擇開 誰知就臭了 可以加少許糖 或者再不夠味道加少許辣椒都可以 最後就準備了少許切碎的番茜 番茜永遠都是最後才加進去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